要通过东市街到暖暖街的行人 特别是行动比较缓慢的长辈 现在过马路更加安全了 由于基辅公路开通后 大小车流量急速暴增 再加上暖暖一带居住人口也多 因此行人要在暖暖街和东市街 这个十字路口利用行人穿越线过马路 还是一样非常危险 因此在暖西离整张凯杰和市役员 林敏勋积极争取下 市政府终于在这个路口 设置行人触控耗制 要过马路时按一下按钮 等待几秒钟 红绿灯就会进行切换 控管来往车辆停等 特别提升保障了老弱妇孺 过马路时的安全 真正做到行人友善 对这个基辅公路 以前是因为六日的时候车比较多 那现在其实疫情解封之后 平日的时候的车流量也非常的大 那所以说很多长辈跟很多朋友说 从这个我们正宗道桥这边 要过去到对面 不然是这个 我们有应公庙 或是这个煤矿的这个移植 要走过去运动公园 其实这个都没法过去的情况之下 因为它闪黄灯 那其实穿越的时候会非常的危险 那建议我们这边可以来向市政府来争取 设置这个行人穿越的这个耗制的按钮 那我们在这个过年后 大概三四月的时候 其实就向市政府来做争取 那感谢这个凯杰里长 那以及我们先前的这个中文姓里长的建议 那我们在争取的时候 那市政府到这个时候来把它设置完成 那因为先前是有这个需要采购设备 然后跟这个行政程序的这个流程当中 那所以说我们在这个九月把它做一个完成 那让民众可以过马路的这个长辈 跟民众可以更加的安全 那也是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的利用 那因为车油量真的蛮大的 那大家在过马路之前可以先按 那等他号制跳到我们可以行走的号制的时候 我们再通过会比较安全 因为附近的民众一直常常跟凯杰讲说 他如果要回家过个马路 必须一直要等到完全没有车 但是就因为基辅公路有开通这条路之后 然后后来常常发生车速过快 因为这边也有一个弯道 然后会常常很容易发生意外 然后也谢谢我们民众议员 帮我们争取这个穿越道路行人按钮 市议员林民众进一步表示 在这个十字路口的四个角落 都装设有行人触控号制按钮 也提醒民众记得过马路时 务必先按一下管控红绿灯变换后 行走行人穿越线尽快通过 既方便又安全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